不知道在山里割到松草蜜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什么才是真正的公民 沾了很多的南北 今天忘记带着 你看 我会分享自己日常生活 自己工作 自己创业是如何去做的 还有自己家乡的好山好水 因为很多人对这些好山好水 对这些年轻人创业感兴趣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是关注我们的人很少的 但是我们坚持的去分享这些东西 慢慢慢慢日积月累 就是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积累到七十多万嘛 说句实话 我们也没有去策划过 这个视频要怎么拍 我们只是很真实的 把自己这个真实的状态 自己个真实的创业的状态也好 生活的状态也好 就是这些东西给反映给别人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真实的女 不喜欢你在这个小视频里 演得很那个 对吧 能因为交朋友一样 真诚 真诚的对待朋友 做生意一样也需要真诚 因为我们这边小时候的一种 家长的一种说法就是 我们在大山里比较穷 希望你通过努力读书 能走到城里找份好的工作 但是当我读书毕业以后 再回到农村来的工作 他们村里那些人就会嘲笑我 他说这个人没出息 对吧 在城里混不下去 要拿回到家里来了 ,"